再来看到蓝潭的消息 宝岛梦想家的主力控球后卫李学龄 昨夜发文指控球团 在他车祸受伤后 半年没有拿到薪水 在今天宝岛梦想家呢 是立刻发出了四点声明反击 他们说李学龄没有告假就离开球队 而富林队黑人陈建州 今天也对外发言了 哦 李学龄 经验丰富的后卫李学龄 2018年加盟宝岛梦想家 原本预期主掌后场 却在合约期满后发文炮轰球队 李学龄周一晚间在个人社群控诉 他在2019年底车祸受伤 至今没有领到薪水 纵使隔月已经痊愈 并且可以恢复训练 但球团屡次刁难 他未亲自向管理阶层请假 而要求留职停薪 对此宝岛梦想家发出声明反击 说李学龄因为个人行为在外受伤 未向管理阶层请假就禁止离队 在球队表达不认同后 自行返回参与球队训练 另外还有因为不满训练内容而早退 不满住宿安排 与使用非球队指定装备等共四大罪状 造成兵主关系破裂 我觉得要澄清就是并没有欠心这个事 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违反队内规定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赢家 就变成球队形象也受损 然后变成有理说不清 那球员本身呢也在退役阶段 没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可以让他退休 梦想家直指半年不知心与伤势无关 而是李学林违反对归的法则 梦想家总教练周二下午对事件发表看法 指李学林不认同球队训练和文化 多次练球早退 而车祸受伤离队 又五周音讯全无 是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36岁的李学林在生涯尾声和球队闹翻 尽管有着台湾黄金世代当家后卫的美名 恐怕还是会让球团望之却步 明时新闻蔡前景杨靖 台北报导